小朋友們興奮夾起飯菜 好不容易能吃上熱呼呼的一餐 因為在豪雨襲擊後 南投南風村災情慘重 很多人只能到天主堂避難所 其他有的趴在椅子上睡 有的上教堂上面睡覺 老人家睡在臨時用紙箱鋪設的床 或是椅子上 因為他們的家一夕之間都沒了 我本來要在廚房 結果誰要出錯 我聽到我看到的時候 全部我就馬上我衣服都 我學什麼東西都不拿 媽媽昨天我再得買起來 我們三個我挺大 你們就不這裡啊 我難過 媽媽都不肯啊 真的不是一個大的 有 她不肯 我媽媽不肯 還在那邊 講到哽咽落淚 幸運逃生的王小姐 卻勸不離堅守家園的老母親 差不多收容了 差不多四十 將近四十位啦 因為他們的家裡 好像不是淹水 就是有那個土石流 缺乏的是礦泉水 下面那邊是土石流很嚴重 所以可能用獨步的是可以 車子可能沒辦法過 南風村一共兩條對外道路 但其中一條被土石掩埋 另一條地基被掏空 徒步通行都還是危險 那這些碎石呢 目前呢都掩蓋住道路 其實基本上呢 雙線道基本上 現在都是沒有辦法通行的 居民為了生存 只能涉嫌搬著物資上下山 期盼相關單位 盡快搶修重要路段 讓他們能早日重建家園 三十一週關於王宇軒 往家裡下幫閩南投從